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如果有一天你在書店看書 旁邊有一群人開始跳起舞來 那會是什麼感覺呢 為什麼有一群舞者 寧願頂著大太陽 在烈日下跳舞呢 我們先來欣賞一段影片 待會告訴大家 這群每年夏天 就會開始旅行的舞者 他們的故事 親愛的讀者晚安 歡迎光臨成品書店台中故事館 今天下午五點正 我們將在一樓後院廣場 為您邀請到周先生與讀者們 為您帶來舞蹈表演 表演的作品是1875大位 主持人的前景 臉書的女生 在這些表演上 演唱的事不知 就是一位 演唱的事不知 演唱的事不知 故事不知 為您的演唱的事不知 演唱的事不知 就是一位 演唱的事不知 我們都會演唱的事不知 好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想請到三位舞者 首先是周先生與舞者們的周先生 周淑儀你好 你好 還有孝慈 孝慈你好 三位舞者每年夏天都開始去舞蹈旅行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我剛剛其實在看影片的時候 問舒逸說 為什麼要從那個人群裡面走出來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舞 這個演出就是舞蹈旅行計畫裡面的 這個作品叫做 1875 拉威爾與玻利路 在每一場地的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可以依照那個地方的地形 地勢 或是說它是什麼樣的性質 而開始出現在那個場域的周邊 然後大概會花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 慢慢地把人群聚集起來 然後而去形塑那個表演區域 舒逸的意思是說 舞者們就會散落在各個地方 就像剛剛我們看到影片裡面 他可能就是在那個讀者 看書 人群裡面 對 對 對 他們就是先看書 然後慢慢地就是 先偽裝自己是讀者 對 所以他們真的在看書 然後我就 因為我會在潛伏在這裡面 然後有時候 有些舞者真的看書 也看得太投入了 就是跟他講說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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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他們還是不管這樣子 但有時候他們就要在裡面 會開始進行 譬如說他從日常到旁邊的讀者發現 他好像跟我有點不一樣 然後這個時候我覺得會引發一種 日常生活中的觀察的好奇 所以旁邊的人怎麼就跳起來了 然後就跟著他 可能就跟著他走下去 就希望可以引領他們一起到下面 對 遇見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先從書店裡面 對 舞者們先開始跳 然後慢慢地走到戶外廣場去 讓大家跟著舞者 一起到戶外廣場去 看一場演出 對 剛剛看到那個太陽 其實好像還蠻大的 蠻大的喔 很大的 兩位舞者非常有感觸 你看我們都還沒有擺回來 對 我們很有說服力 很黑 很熱 那現在大概幾度 因為暑假那時候 然後兩點 兩點的 我猜應該 第一場都會特別的 三八三九 應該有 該是有的 去年其實台東東部 其實已經快要到四十多嘛 就很燙啦 頭頂都很燙這樣子 可以煎蛋 對 然後地板也很燙 對 地板應該是最燙的 地板很燙 但是我們有非常貼心的團隊 會在為我們在演出前 先砸水 對 然後要先降溫 對 先降溫 不然因為 讓他們 真的才燙 他們真的那個 耳丸水都會有那種蒸氣這樣嗎 蒸氣這樣蒸上來這樣 來 對 可是你們平常其實 演出的地方是 正式的演出場地 有冷氣 有地板 可是在戶外的演出場地 那種磨獅子地 或是草地什麼的 都要照跳對不對 對啊 都是照跳 當初在看場地的時候 其實一年一年 當然有越來越去調整 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第一年有演 高雄衛舞營的公園的那個草地 就發現 草地 對 它草地 所以就發現它有點不平 然後會有點危險 所以我們慢慢草地的選項就沒有了 那我們有跳過 大理石也跳啦 木棧道也跳啦 然後小石頭地也跳了 因為你沒辦法 有時候沒辦法選擇 比如說神龍街 其實是非常難跳的 台北的玻璃寮 萬華 也不容易跳 因為它的磚 都是磚地 一塊一塊的磚 那個其實 因為我們不是跳舞的人 我們不能理解 那個到底難在哪 草地不是走起來很舒服嗎 還可以滾 為什麼不好跳呢 因為草地其實 草地下面就是泥土 然後它是軟的 所以其實會把我們 跳躍的力氣整個往下拉 往下抓 然後草地上 還會有很多不同的生物 我們要克服這一些 例如說 例如說螞蟻 還是有一些蚯蚓的 哇這樣子 我看你們有一些舞蹈動作 是整個人鋪到地上去的那種 我們都只能不顧一切的 不要想 它是一個很平坦的地板這樣 可是跳的時候就真的不會想 因為沒辦法想那些 因為就是在表演當下 回去之後清理也很困難 就是有一些螞蟻會從頭髮上流下來 這樣子 洗澡的時候嗎 對 洗頭的時候這樣 地上好多螞蟻這樣 有一條河 哪裡來的 頭髮上來的 跟著你們跳舞回家了 跟著跳舞回家 從高中開始 然後就開始 開始需要工作的去 供養你自己 十一住行 跟舞蹈旅行計畫一樣 然後學費等等 所以蠻早就開始工作了 然後從教幼稚園 然後到教國小 到國中 到高中 這樣子 就一路 一路需要這件事情 也需要這個工作